对了 不应该放手回我这个弹打手 我当时 你说我傻叉的什么程度 我真的为我的善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当时 你说人家国土安全部 CIA FBI 就你说郭文贵 你知道现在举手 举手说他威胁我了 这四个人就再也要回不到中国了 你说我就没有了 我说没有 没有 我觉得没有 你说我那有多愚蠢 现在想想多愚蠢 那会是什么结果 孙力军在华盛顿 只要我举手说这哥们儿来威胁我了 立马抓 你说我就放过了孙力军 结果现在孙力军领导 大家看到了 是灭我家门的要 你说我那哥哥嫂子有多天真 就在我9月7号正批的前一天 孙力军打电话让我所有的哥哥 我五哥六哥都是办公室见他 还六哥长六哥短 五哥长五哥短的 一听说我获得正批的不见了 从来再也没见过啊 也不是说下去看望春节看望我爹娘去 也不去看了 然后就把我五哥六哥抓起来了 第三次抓起来 然后一个叫什么最先我都不记得了 一个三年半一个三年 这就是孙力军 大家去想想 孙力军和刘彦平这八个人 当时我招一举手 大家永远待在美国再回去 不但没有任何感激回到中国以后 对我家人如此之残害 然后让大连法院罚我130亿美元 从账上那些现金五亿十亿 就这么划走 你说郭文贵是个骗子 你们见过一个骗子 中国的骗子里边 账上有几十亿上百亿现金的 现在我一分银行贷款 我都不欠你的 而且给中国银行贷款 百分之二十三的回报 提前五年还款 结果还说我们骗贷罪 你们见过世界那么邪恶的共产党 结果这都来劝我 为什么 法治基金戳通了共产党的心窝子了 法治基金真让他恐惧了 就这几天对我的猛烈攻击 网络造谣 郭宝胜放视频 和平也出来了 大家就能看到 共产党在过去两年里边 凡是对我最猛烈攻击的时候 就是我报关键料的时候 对他有重大伤害的时候 对我来说 非常饭 dés Maryland 至确是 ses男性 收牵 按楼 穿到 穿到